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2000年日本名人战决赛中的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呢 是日本当时的这个棋塘霸主 有七方胜负魔鬼之称的赵志勋 而挑战者呢 这是一天忌击 一上来呢 一天忌击是连胜三局 把赵志勋已经打到悬崖边上 不过作为七方胜负的魔鬼赵志勋 也有多次的三连败 然后四连胜反过来的历史战绩 所以呢挑战者一天忌击也是不能放松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呢 这盘棋 这盘棋呢 是由这个一田直白棋 现在呢黑棋飞一个整体呢 在攻击白棋 看上去呢 这个 这个 从两个人的棋风上来说 应该似乎这个白棋 是赵志勋呢 似乎更加的这个 合适一点啊 因为赵志勋 是特别擅长于这个 至孤的 而今天呢 反过来 一田呢 就是拿 王棋的呢 这个至孤的 这个 这一套 好 那么接下来白棋 靠这个 处理这块棋的同时呢 也想尽量的破黑棋的空 那么对此黑棋呢 当然不会手软 那么黑棋拆去了 扳 最强的反击 白棋势必要断 黑棋打车 白棋长 黑棋压 这个可以说是 黑棋给白棋啊 最强的反击 对此呢 这个由于白棋这个外面 还有一块棋也没有活 那么 这个白棋看上去呢 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困难 如果按照这个 敌强我弱的这个思路啊 白棋似乎呢 现在呢 只能这个退锁 那么普通的话呢 白棋就是打吃 黑棋粘 白棋粘上啊 黑棋呢 藏出来 白棋呢 这个挡呢 是有先手的 黑棋这个必须得补 那么白棋再跳出去 当然这样呢 白棋也是能够这个 照顾好这条大龙的啊 紫固呢 也是没有问题 不过呢 被黑棋这么舒服的吃掉两个子 这个脚上的空呢 还是非常的厚实 也挺大的 那么这个结果呢 对于这个 一田来说呢 觉得呢 不能够满意 同时呢 在下这种 翻棋胜负的时候啊 就是说 盘输越多啊 像这七翻棋 是目前最多的 这个 对决了 那么呢 棋手 往往有时候啊 就是还要比 一种这个气势啊 就是说 不光是 有时候要赢 而且呢 一定要把这个 在这个气势上呢 一定要 占足这个上风啊 会对以后的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对局呢 产生一些这个心理的影响 那么 今天一田呢 反正 虽然大比分领先啊 但是呢 还是呢 决定了这个 以其人之身 皇之其人之道啊 这个 赵志勋啊 是这个 自孤能守 那么今天 这个一田决定 也决定呢 这个一指不舍啊 那个 以自孤呢 来 跟赵志勋呢 对抗 他选择呢 就直接拐 不肯气 那么黑棋呢 要唬住 黑棋如果沾上的话呢 白棋显然一见呢 有这个 跳点的这个好点 这个 黑棋呢 这个要想杀白棋呢 比较困难 即使 你在这个局部啊 就算能杀掉 那么白棋这个气呢 也变得呢 比较长了 然后呢 再从这里搬下来 这样呢 黑棋还得爬二路 那么这样爬二路的话呢 即使吃掉了白棋 那么黑棋呢 也是明显呢 这个吃亏的 所以黑棋 不能选择这样的下法 那么黑棋呢 就虎一个 给白棋呢 做活的机会 打刺 这样呢 白棋活 其实呢 是活得是非常的这个 委屈啊 只是这个两个眼做活 同时上面呢 好像这个大龙呢 也比较危险 我想如果在平时的话呢 或者换了一个对手的话 我想一田呢 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 这个下法 但是面对这个 酷矮实地的盗志勋呢 一定要争锋相对啊 就是把对方的实地呢 一定要给这个掏掉 让对方呢 去攻击啊 或者就是说 让对方进入了 他不擅长的这个轨道 这也是对局中的一种策略 那么白棋点 黑棋站 然后白棋提点 注意这个时候呢 这个点虽然舒服 但是呢 现在点不到啊 不能随手点 点到一下啊 当然是便宜的 但是现在点的话呢 这个黑棋呢 可以立 这个白棋就死了 所以这一下是点不到的 你想点到呢 就不能点这一下 现在可以点得到 但是点完这一下以后呢 这一下显而易见呢 也点不到啊 所以一天选择了呢 这个点 然后提掉 嗯 那么你点不到的话 是下一步黑棋很明显的好点 那么呢就是要 点方 这个肯定是棋型的要点 白棋呢也点不着了 而且点方呢 这个破坏了白棋的这个眼位 嗯 白棋这时候先靠啊 是补断钱的这个好手 黑棋只有打 然后呢 白棋再顶住 嗯 黑棋这个拐呢是比较舒服的啊 白棋也是没有机会爬到的 白棋立啊 从这里这么来看呢 这个白棋啊 其实活得是比较的这个 呃 辛苦啊 白棋活得是比较的辛苦 只是两个眼活得比较小 嗯 而黑棋呢 这个虽然 丢失了一点实地 但是呢能保持 对这个外面的攻击呢 应该黑棋呢还是 就是还可以的 然后就黑棋接下来活啊 这个不能被白棋吃 白棋吃由于提还是先手 那么白棋呢 就活了 现在白棋大龙一个眼都没有啊 必须呢往外逃跑 嗯 靠 黑棋搬 白棋呢退 啊 那么黑棋挤一下 这是先手 然后压 这个黑棋的攻击的步调呢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再虎一个 瞄着这个挖断 也呢 逼迫这个 白棋啊 走这个挤的鼠手 这个鼠手 这两步呢 是 肯定是白棋亏损的 但是呢 这个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然后白棋再压 跑出来 现在呢 呃 很明显的是 白棋获取了实地啊 因为这个立了以后呢 这里还可以拐进来 黑棋的实地呢 并不是很多啊 那么只能呢 对白棋这块棋发动猛攻啊 似乎不是这个赵志勋的强项啊 强项 然后接下来黑棋很有意思的 走这个啊 呃 白棋呢 在这呢 也是针锋相对 小街 这个是紧凑的好手啊 好几 如果 最朴幅通通的跳 那么呢 这个子呢 已经暂时啊 这个挡住了白棋的这个 出路 那么呢 就可以顺势啊 这个肩冲 这个是 攻击的这个 好的步调啊 你这里也不敢随便再走了 只能呢 这么 单关的往外跑 那么黑棋在攻击的过程中呢 明显呢 还是有收获啊 这个白棋这里 被黑棋一飞的话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痛苦 那么 尖呢 是比较紧凑的啊 是比较紧凑的 如果黑棋退 那么 显然白棋这个 出头的速度呢 就 比较快啊 比较快 比刚才明显的速度要快一些 你即使藏在这呢 那么我也可以飞 同时呢 这个地方以后 再一场呢 黑棋这个包围圈啊 也还不是那么的 这个 严实啊 白棋是有缝可以装的 那么 尖的时候 黑棋看到呢 这个 普通的下法不满意 那么就 在这里 这个 赵之勋呢 可以说是用了最强的下法 打车 沾上 然后白棋擦 接下来呢 这个 如果黑棋啊 只是普通的压一压啊 虽然中间有些收获 但是呢 嗯 这个 这个 迟早还要补回来一手 那么白棋呢 把这个大龙 轻松的啊 这个 活了以后呢 黑棋这个 实地呢 似乎有些吃紧啊 但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黑棋就完全的不好 但是呢 对于酷爱这个 实地的赵之勋来说呢 手中啊 没有地 就是没有粮意 没有粮食一样 心里呢 总是不踏实啊 所以在这里 赵之勋采取了 最为激烈的下法 小尖啊 这个是 本身是非常 损的一步棋 非常熟的一步棋 但是呢 他为了下一手 做准备 笔底啊 这个可以说 也可以说 说是非常精彩的一手 这个时候白棋呢 不能退让 如果说你往回退让的话 不管走哪个啊 那个这个再被他一贴 这个等于二指头被帮住了 这个棋型呢 怎么也走不好了 就是说现在让白棋 摆两个 走两步呢 怎么也走不好 这个形状 所以白棋 势必也要弃合 这时候拐打出来 那么黑棋断啊 这个也是 坚定也是为了 这个做准备 白棋 这个只有一条路 吃出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白棋 是自顾的好手 这个两个人角色 完全是 就是说转换过来了 转换过来了 如果你普通的去压这个呢 那这个不太好 这个黑棋 吃这个总是先手 这个局部呢 那主要被黑棋虎白棋呢 没有棋下了 没棋下了 这个地方 不能搬 搬了它明显一打了一打 那你只能担长的话呢 它可以打在二路再冲 这个白棋呢 比较危险 但是一田呢 在这也早就准备好了 这个家的自顾好手 那么黑棋打一下 白棋就退 这里不能被白棋冲啊 被白棋一冲 冲完一打 这个先手演就出来了 所以黑棋得走这个 贴住 那么白棋 这时候再一跳 这个是自顾的巧手 这个冲断 显然是不成立了 这个白棋可以冲 这个指的作用就出来了 那你现在这里冲断呢 虽然可以 但是呢 由于外面的这个气啊 比较紧 这个白棋就贴啊 贴完了以后呢 这一拐 这个白棋的气是很长的 黑棋呢 这个涨时呢 是不能冲断 那么 黑棋只能先压 为这个冲断做准备 先压的话呢 白棋当然呢 也是不能再硬了 再跟着硬的话 这个地方就要冲断了 那只能走 挡住 然后呢 补墙啊 把自己补住 这块棋呢 是顺利 顺利的这个逃出去了 不过这里虽然逃出去了呢 那么但是中间又出现了一块鼓起 黑棋继续来对白棋中间发动攻击啊 这个飞呢也是好手 那么如果打吃的话呢 虽然是先手 但是呢这个有点熟 反正白棋提一个呢 也会增加一个眼位 这个黑棋呢 就是说有点熟 把它先走这个 那么如果你再提的话 哎 黑棋这一飞 白棋呢 很危险 不过白棋呢 也在这里 先飞一下 这是很愉快的呢 先手便宜啊 木柱上呢 是有收获的 穿了张闪 然后呢 白棋跳出啊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提不好 那么跳呢 就是这个要点 然后黑棋继续飞啊 对白棋呢 继续发动这个攻击 那么这盘棋啊 这个一直从这个进程上来说呢 走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两个人完全是角色互换的一个表演 是吧 赵志勋是以自孤文明啊 擅长的 那么今天呢 一天机机 似乎啊 准备呢 把这套这个 也展示一下 自己的这个自孤能力啊 一直呢 是在赵志勋的猛攻之下啊 这个一指不舍啊 一指不弃 那么呢 似乎呢 就是要把这个战斗啊 进行到底 自孤啊 这个进行到底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盘 这个赵志勋 看看攻击能力怎么样的 一盘表现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这个峰回路转啊 这个一天呢 在这呢 把这个 呃 棋局的流程啊 突然就 来了个急刹车 掉头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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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局 棋的格局呢 完全呢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局面 啊 我们来 看一下 对 当黑棋攻击的时候啊 大家都在以为 就看看这个白棋啊 这块鸡怎么处理 呃 怎么个逃跑的方法啊 是 呃 这里小尖呢 还是跳呢 还是呃 直接开始作演呢 等等啊 诶 谁知啊 这个时候 一天 突然啊 就是说 放弃了自顾啊 开始呢 搬断 进行反击 那么黑棋当然是只有吃 白棋提掉啊 白棋提 那么黑棋打 那么现在 既然这个子 已经搬出来了 或者说这个子 白棋已经断上去了 那么呢 被黑棋一吃了以后 这个就不能丢了啊 这个再一丢了的话 这个子 这两个交换 就实在是 太损了 那么势必呢 就要继续 跑 然后呢 黑棋退 这个等于白棋 在这块棋 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 它又 走出了一块棋 就是说这边又走出了一块棋 似乎呢 给自己增加了这个 很多头绪啊 有些乱 不过呢 对此实际上 一天呢 已经是 胸有成竹啊 在这个时候啊 大家或许 已经呢 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呢 白棋啊 突然之间 从一指不搜 变成呢 要准备呢 开始这个 弃子了 啊 拐头啊 嗯 嗯 那么 这个都是黑棋退啊 这个白棋现在没有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个了啊 这个一走 虽然基本上是活了 但这个几个子太重了 不能死 那么继续贴 白棋一般 黑棋一般 白棋也一般 黑棋扎上 这里的段 或者是夹啊 依然非常严厉 但是白棋呢 也就跟着硬 这样黑棋呢 就明显腾出了这个线索啊 那么对于这个中央来说 这一靠 由于这个周边子弟太多 实际上白棋这几个子啊 就已经死了 当然 作为这个赵志勋啊 或者这样 两个人这样高的水平 那么当这个黑棋靠死这个白棋的时候 他肯定呢 也不会啊 就是暗自窃喜 心里肯定知道呢 反而会觉得呢 是什么呢 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 这个应该呢 作为黑棋来说 已经看出来了 白棋的这个气质的意图 白棋先虎 这个并不是为了做活啊 而是呢 白棋想办法尝出一点气来 贴 黑棋扎 然后白棋先团这个啊 黑棋必须挤 这样呢 做出一个打二环一的啊 打二环一的气呢 相对长一点 同时呢 还留有一个结的味道 那么白棋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再一点 这个 黑棋呢 由于要保持这个 对杀 有气的问题 所以黑棋呢 就张上 这个呢 可以说也是 气最好的 这个一个下法 当然木树呢 肯定是要 吃亏一点 走完以后啊 白棋这个地方 长实呢 虽然是跑不出来 跑不出来 比如白棋这个 虽然有这个挖的手段 但是呢 这个黑棋吃 白棋张上呢 这个长实 这个外面呢 还没有棋 长实还没有棋 不过呢 白棋 可以先飞一下 先飞一下 手个脚 手个脚的同时呢 再瞄着 这个挖出来的手段 再瞄着这个手段 因为挖的时候呢 黑棋肯定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这一挤 直接就出棋了 那么还是得吃这个 那么呢 白棋再搬 由于这个张是先手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一带呢 有很多的这个打吃 虽然这个争不死 这个黑棋 但是等于有 可以从这里打 也可以从这里打 有种种的打吃的这个味道 由于这里的味道呢 是非常的这个坏 非常的坏 作为黑棋来说 在这一带 也不好行棋 走不动 走不动棋 走不动棋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呢 只能是先自补 先顶一个 先把自己的这个棋啊 就是说 把白棋的一切借用 先补掉 然后呢 那我没毛病了呢 你自己去围 这个反而呢 也不好围 如果你急急忙忙去破人家 反而这个这一带 给这个白棋啊 有一些很多的 这个种种的这个借用 所以这个呢 也是冷静的一手 冷静的一手 那么这个走完以后啊 白棋在冷静的呢 一飞 这个呢 就是很明确 要求你这个 黑棋以后呢 收气池 因为这手棋如果不走的话 就是说黑棋以后一点 这个 在底下呢 就是说呢 有活路 有可能就是做活了 那么活了的话呢 这个中间呢 就不需要收气了 不需要收气的话呢 这个白棋呢 不太满意啊 所以白棋将这个 棋子啊 进行到底啊 进行到底 你走这个 这样彻底的黑棋没有演 没有演了以后呢 等于呢 这个地方势必就要收气 那么现在 作为白棋来说 还有一棋 两棋 这个棋完以后 三 四 五 带个结 这五棋棋带个结 而作为黑棋来说呢 是有一二三四八棋棋 等于你要打呢 也就是缓两棋截 或者缓三棋截 这个 当然是没有意义 不过白棋呢 就干脆呢 把这个棋呢 只给弃掉 那么实际上 这个弃掉了以后呢 也可以说 这个 白棋啊 通过这个节奏的转换 弃掉中间 这一块固棋以后呢 在这呢 已经取得了呢 明显的这个优势 明显的优势 那么我们还是需要 按照老规矩来 双双战 是吧 双双战 这个棋子呢 到底是怎么样啊 这个效果如何 我们得双双战 由于这里还要收武器棋 是吧 那么这些 一二三四啊 还要扣除一个 要扣除五 这四目棋不能算的话 还要少一目 等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吃了十个子 二十目棋 就是剪掉一目 十九目 包括这外面一些啊 这个有点厚味 就算是吃了二十五目棋 啊 而作为白棋来说呢 第一 首先本来是块姑棋 它卸掉了包袱啊 卸掉了包袱呢 就有一定的价值 而白棋所得在这个棋子的过程中 等于 本来是一个星位 那么等于两边多了一个飞 啊 等于这里呢 已经得了两手棋 把这个角呢 变得这个 非常的大了 同时啊 有了这两步以后 在这里还增加了 不少的木数 啊 那么这两个 这两块棋的所得 已经足以呢 有二十五目棋 这个以上的价值啊 甚至于我们可来说 以上的价值 因为以后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收棋啊 每收一个 每收一部棋啊 这个白棋啊 这个木数啊 都是在增加的 而虽然是个缓三棋节 我们说不是不较节啊 但是呢 这个总是一个负担 对黑棋来说 至少在这一带 不敢随便撞棋了 不敢随便撞棋了 那么 不敢随便撞棋的话 那么白棋的这个木数 是非常的大的啊 本来就一颗子 这个角已经是十十五 十六时期 十二时期 二十二 变成二十目强的角 再加上这里 至少有十木棋的收获 三十木棋了 这个来说呢 白棋呢 是明显的这个木数上 一点都不吃亏 同时呢 卸掉了包袱 让黑棋的这些外师呢 并没有 什么这个 任何的作用 从全局而言 我们再简单的白棋步 这个是实战的继续 斑 那么白棋呢 就厚实的拐 虽然黑棋 掏了一个这个角 但白棋也就最稳健的 最厚实的拆杆 如此一来呢 这个黑棋就有中间 吃掉白棋以后的 这个后卫 这个后世 基本上呢 没有可以发挥的余地 发挥的余地 那么由于前面 注意前面白棋 一指不舍 获取了不少的 至少他得到了一些实地 这个破了你的实地 留下这个关子 同时在这个逃跑的过程中 也获得了这个先手小飞的这个木树便宜 由于前期 这个捞足了木树 然后再自估 再呢 弃子 把这个定型 那么棋局走到这个拆尔的时候呢 已经可以说是明显的这个白棋啊 这个领先了啊 领先了 呃 都定型了 白棋也都活干净了 那么呢 呃 白棋的这个优势啊 是反而就是说 很难呢 被逆转 被撼动了 即使 退一万步讲 黑棋形势不错的话呢 白棋反而还可以利用这个缓棋节呢 和黑棋周旋啊 那么走到这里时候呢 应该来说 这个白棋啊 盛势已定啊 那么这番棋最后呢 也是这个 白棋这个 直白的一田啊 这个轻松呢 战胜了这个赵志勋 从而在这一届的名人战中呢 以四比零的比分啊 获得了这个 胜利啊 说了胜利 这个是 呃 完全出乎大家的这个 意料之外啊 意料之外 而白棋本局的盛局 盛就盛在呢 这个 节奏的这个 变化啊 从一指不舍 到突然弃止 啊 这个 让赵志勋一下子 可以说是 触步即反 非常漂亮的 这个定型啊 节奏的变化 是白棋 本局 胜利的关键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